我觉得梁莹特别需要我们给她一点耐心和帮助 以我对你的观察和你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年轻人很多人可能对自我的认知并不是很准确 起码从我对你的观察 或者是像一个当妈一样的那种角度上看 我截止到目前为止觉得 你的反应能力是最快的 口才是最好的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口齿能力 和别人这种瞬间沟通这种反应能力呢 这个问题我们有问题可以问 看看她的反应 很好 来 进入职场请三课堂 挺好了啊 成功是99%的努力外加1%的天赋 请谈谈你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 你能想一下吗 天哪 张嘴就来 你稍微想一下行吗 如果是一次的话 我们可以说说 这孩子好聪明啊 就他特别快嘛 反应速度快 但他好几次都这样 所以我特别希望梁英能够 嗯 缓下来 慢下来 经过思考以后再来 不管是与人沟通 或者在判断一件事情上 三思而后行 我觉得这个 这句话说的并没有错的 因为据我了解 很多就是比较大的企业的老板 就是都是白手起家的 也没有说谁天生的 就是名人或者是科学家之类的 那我再问你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这句话 在如今这个时代 绝对正确吗 不绝对正确 那为什么呢 我拿这个学习来讲吧 比如说有些人 就是天生的学霸那种 可能他不一定是说 每天夜站到很多点 复习到很多点 但是他考试 或者是各方面 总是能很优异 但是有一些 总是看到凌晨两三点 但是却沉地只是平平 那你就这就说明 对于学霸来说 他是99%的天赋 和1%的努力 那对于非学霸来说 就是99%的努力 加1%的天赋 那这句话 可以用以一句话来 一个词来形容吧 因人而异 梁云你说的不对 就是所有的 我认识的学霸 就我身边的学霸 他们的付出的努力 其实比你看到的 其他的人是更多的 你只是可能 有一次两次看到他们 是装出来的那种轻松 那种简单 但其实每一个学霸 所背后付出的 远远超过常人 我那时候准备 书去奥林匹课的时候 每天到凌晨两三点 晚上睡三四个小时只能 李浩阳你觉得 你的天赋在哪儿 我真的从小 我觉得我全都是因为 努力和思考学习方法 我觉得这里头不是天赋 我觉得应该把它改成叫运气 其实很多人 就是现在的成功人士 其实坦率地说 99% 百分之百的努力 他都未必能成功 但是他需要加上一点运气 来 老张 来说一下他的性格分析 这选手呢 从性格上呢 不太外向 那么刚才杨老师说过 他善于沟通 的确你判断得不错 他呢 沟通能力还不错的 这一点呢 在线下的表现和舞台表现是 相差很大 今天可能两个因素 一个呢就是没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呢 第二呢 就在舞台上一紧张 就没池了 这位选手呢 他原来想要寻求的岗位是 客服或者是行政类的工作 但家庭呢 情况不像他刚才说的那么好 父亲当保安 母亲做保际 是这样的 所以呢不是说 他的经济条件很好 所以呢我建议呢 是他从事一些销售的工作 他之前的大量的工作 可能更多的是在 做影视后期的一些 这个制作方面 你刚才说他父亲在做保安 母亲在做保洁 但是我刚才问了他很多遍 我说是不是家境殷实 小的时候还可以 就是后来养殖破产了 他说现在是小康之家 那你刚才是把家庭的状况 说好了一点点 对 描述的好一点 所以我是建议他是做销售这块 因为我觉得他在沟通上 还是有他的一个特点的 来 在第二环节选择之前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次机会就不让你问问题了 就看你学习能力怎么样 你选择的课程销售也好 电话客服也好 都是面对人 要直接语言交流 你挑选一位企业家 来夸夸他 你挑谁 你要夸谁 你挑杨总 杨总 那你好好夸夸他 我觉得杨总 非常地有亲和力 而且就是 看事情的话呢 比较全面吧 而且也比较善于 比较细心 比较善于发现 个人的一些特点 你还可以再肉麻一点 一点都不够程度 哎呀 被夸的人 是不能说话的 就像一个母亲的态度 在关心我 你觉得她漂亮 还是曾花漂亮 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特点 因为每个人的特色 都不一样 那他们两个子的特色 分别是谁 你要把这两个人 都夸舒服了 我看你怎么夸 杨总的话是比较 就是知性方面的 这个性格魅力 那曾花呢 曾总的话呢 是比较活跃吧 如果两个人 非要挑一个 做你的婆婆 你挑谁 可能我会挑杨总吧 那你死定了 高贝 他做婆婆 内奸压力嘴 你可受不了 来 第二轮选子 去后来 还有三盏灯 还有三盏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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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